Hello, 大家早晨, 去到2022年的第四條MC 這條MC, 其實過去會考年代, 都會用這種提型去問 當中, 究竟如何可以快速地處理這條MC, 為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第一件事, 題目就是問, 在下圖顯示這個 在檢測細胞分裂中, 在初期的檢測細胞分裂中 當中, 其實你看到這幅圖, 接著他就問你在Somatic cells, 在體細胞中 究竟檢測細胞原本是多少 當中, 你要處理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Dixon 過去的分享中, 都跟你說了 別人問你這個減數細胞分裂, 我就會立即想起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DPLSLS 其實我現在在這幅圖裡, 其實已經是Deplicate 了那個形式 所以其實在這幅圖之前, 那幅圖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細胞, 當中就是一條的染色體 一條的染色體, 接著用藍色去表達 接著幅圖去畫這樣, 還有這樣的樣子 所以當中, 你問我在這個Somatic cell 裡面 那個體細胞裡面, 究竟有幾條染色體的話呢? 當中裡面的答案就是BOY 所以其實, 過去裡面的講解裡面, DLS 和 DPLS 其實是方便大家去理解那個 的染色體細胞分裂, 還有有絲細胞分裂裡面的過程 當中裡面的過程 當中裡面, 其實做這條題目裡面的要點在哪裡呢? 你就一定要掌握到究竟那個 Cell Division裡面, 究竟那個 process 是什麼 然後套下去, 在每幅圖裡面 然後去看看, 究竟在哪個 stage 裡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當中裡面, 你也會看到 我做這個MC的時候, 我的做法, 我的思路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這個細胞分裂 的課裡面, 究竟你怎樣去到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